受到COVID-19疫情影响 民众消费行为改变 各种网路购物 餐饮外送 外带需求增加 导致一次性产品废弃物成长快速 选在4月22号世界地球日当天 环保署在西门红楼商圈举行记者会 并邀请环保团体跟企业 在现场摆设24个摊位 展示塑胶源头减量 以及循环再利用的具体成果 素食业龙头麦当劳将店内餐具 全数改为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认证的永续纸材容器 并将冷饮杯改为旧口杯 也淘汰冰旋风的塑胶杯盖 一年减速近32公吨 像我们的冰旋风采用了 一体成型的冰旋风把杯盖取消 这样的行动就减少了32吨的塑胶的量 同时我们在2019年也提供了 冷饮直接喝 直接告诉消费者 其实我们喝我们的冷饮 直接可以旧口喝 不要用吸管 在疫情期间 营收逆势成长的电商平台冠军 Momo购物网则是自去年10月 开始推出网购循环带 并提供回馈金 鼓励消费者采用 然后消费者收到之后 经过10天的试用期 省愿期过完之后 他就可以把这样的循环带 丢到直接丢到我们的油桶 或是中华邮政的 智慧的邮箱里面 然后就可以 邮务室就会每天会帮我们 收集回我们的仓库 然后由我们 Momo自行的整理 然后再给仓库再重新包装出货 让它一直重复的使用 同样也在疫情期间 一军突起的外送平台 福片大 从去年11月起 在台南东区 中西区 以及北区 跟20家餐厅合作试办 环保外送 22号起将扩点为32家餐厅 希望民众一同响应环保 由这些循环容器 去取代一次性的 这个免洗餐具 那消费者呢 使用了这个免洗容器 这个循环容器之后呢 他只要拿到 归环站点去归环 就可以完成一次的 外送循环 那在这个循环过程中 就不会使用到 任何一次性的容器 或是一些 那个塑胶杯枝碗 这样子的一些 就是废弃物产生 环保署副署长蔡宏德 也亲自参观这些摊位 希望企业绿色转型 民众也能够绿色消费 央广记者 郑祥云刘品希 在台北的采访报导